模擬器部分的话我想我们前面就是讲过要设定模擬器的话 就会在这个小绿人这地方 然后会增加需要增加我们new一个新的嘛 那里面比如说2.1 那已经产生的话就是edit可以编辑一下 那因为这是新的版本 所以后来我用新的版本 那给2.1然后device我用4寸 大概4寸 那target就是说呢 我们用2.1的版本的sdk 那里面的话主要会需要设定就是sd卡 给它大概是256 其他的话大概就用预设的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按确定 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模拟器 新的模拟器 那把它做一个执行 执行起来之后呢 就会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个模拟器 那因为我用的是4.1就是最新的 它跟那个我们昨天的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键盘不见了 那其他都一样 新的版本 而且新的版本感觉起来 比较比较大一点点 比较漂亮一些些 不过反正它就是模拟器 让我们可以做一个练习用 那我刚刚有讲过就是这个模拟器 把它执行起来的话 会需要一点时间 会因为电脑的快慢而不同 因为像i7我们这边电脑还蛮快的 大概一分钟就可以把它run起来 可是如果说你用的电脑是比较旧的 有时候模拟器光跑就跑很久 也很慢 所以这里的话呢 第一个我们去 就是说呢 我把它执行起来 我先把它按下轰键 这边有个轰嘛 这手机上面一定会有个轰 按下去之后会跳回到主画面 有没有 那预设的话 只要就是说 你的那个手机拿来的话 如果是全世界版 从国外拿回来的 它一定是英文版环境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拿回来你要变成繁体中文的话 你自己可以设定 或者是说像我前面有讲过像刷韧体 你可以拿国外的韧体来刷 刷完之后的话呢 它也是英文版 你也可以再把它改成繁体中文 繁体中文改的方式呢 也非常简单 因为手机上面一定有个menu键嘛 每一只手机都一样 HTC或Samsung都一样 一定有个menu键按下去 在home就桌面上 按menu的话 这边有个setting setting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那这边就会往上推好了 按住不要放 就是touch 然后呢 会有个language and keyboard 就是设定那个menu 点下去的话 就会有个 A 就是我们的语系 然后最上面有个select locate 就是呢 你可以